巴西世界杯足球赛进入四强决战 巴西德国阿根廷及荷兰 堪称是南美和欧洲的大对决 如果想要问鼎今年的世界杯冠军宝座 那么门将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我们带您来看四对门将的背景整理 关键时刻拯救球队 好的门将带领球队坐上通往冠军之路的直通车 四强门将大PK最被球评看好 今年28岁的德国门将诺伊尔身高193公分 反应绝佳防守严密勇于出击 是目前为止铺就成功次数最多的门将 高达18次铺就成功率85.7% 铺就成功率82.4% 成功铺就14次排名第二 现年27岁的阿根廷门将罗梅洛 身高196公分 虽然在所属球队指着二线门将 但帮助阿根廷顺利晋级也是一大功成 在宇哥斯大利加的延长赛中被教练无预警唤下的荷兰门将希勒森 年纪最轻25岁身高187公分 在今年试图赛中铺就成功12次铺就成功率75% 斯大门将中年纪最大身高最矮只有179公分的巴琴门将赛萨 即将在9月满35岁成功铺就六次铺就成功率60% 排名最后 不过他一扫四年前南非世界杯 出战荷兰队被逆转胜的窘境血耻成功 四强争霸战当家门将谁能稳固大门 坚鼠到最后一刻全球聪明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真理报道